重新来总会找到机会的 第二局比赛开始以后呢 蔡云富海峰这边也是在进攻上有所加强 但是反复的这样不能够拿下一分 这种情况之下呢 可能也会在心里面会起一点反应 现在目前还有一个就是 士气还要上来 因为刚才其实第一局开局的士气非常好 但是现在的尤其由于是第一局失利 而且是后面的时候一些自己的失误 所以现在在第二局的开局 我觉得士气还不够 一定要让自己兴奋起来 有点发粘现在 对 对 首先是把自己的情绪兴奋起来 然后再减少自己的失误 很可惜 有些着急了 第一局正在呈李重大是21比16 现在第二局呢 又是5比1领先 很可惜 今天这几个球的失误 还是要把心情平静下来 李重大 在防守的时候挑球出现了失误 球是出了底线 在男子团体决赛的比赛里面 蔡云富海峰和正在呈李重大的这个比赛呢 虽然蔡云富海峰呢 是以1比2输给了对手 但是从比分上来说 第一局是21比17 韩国选手胜 那么第二局第三局啊 这个比分呢 都是非常的接近 第二局呢 是蔡云富海峰 22比20 才把比分追平 那么在决胜局的比赛里面 正在呈李重大呢 也是24比22 非常接近的比分 那么当然在那场比赛结束以后呢 这个富海峰也说了 最后这个比分咬得这么紧 这个胜负啊 谁赢 都是属于正常的 那么最后这个两分就这么输回去了 不知道是怎么输的 他自己当时这个比赛啊 就不能用说哪一方面的欠缺 或者失误造成的 而是这是比赛的一部分 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呢 正在呈李重大 还是主动进攻多 而我们的进攻呢 威力不是很够 始终突不破 这也说明这个正在呈李重大 这段时间的这个防守呢 也还是比较严密的 今天正在呈是非常之兴奋 他有些很别扭的球 也利用了他肌肉爆发力好的 这个特长啊 也能够形成这个进攻的态势 嗯 5比7 傅海峰发球 8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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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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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 5 5 5 6 6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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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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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